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只兔子跑得又急又快 一个不小心没停住 动一声撞上稻田旁边的大树 这一撞 撞断了兔子的颈部 兔子当场倒地死亡 一旁龙夫看到之后 急忙上前将死了兔子一手抓起 然后很开心的收拾龙具 准备回家把这只兔子煮来吃 龙夫心想想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好的事 自己又何必每天辛苦耕田呢 从此以后 他整天守在大树旁 希望能再等到不小心撞死的兔子 可是许多天过去了 都没有等到撞死在大树下的兔子 反而因为他不处理农田的事 田里长满了杂草 一天比一天更荒芜 小朋友 相信你们多动脑 多动手 就可以做出你们想要的东西 实现你们心中的梦想 不用守株待兔 感谢您的观看 您的评论和转发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